那麼還有一個問題 這位朋友他說他的信用費數非常不好 才699分 那麼他現在又想去買房子 這個信用分數上不去 他想請問說有沒有什麼方法 甚至花點錢都可以把這個信用分數 就是他以前的這個Late Payment這些東西 把它去掉呢 把這個信用分數漲回來呢 信用分數它不好的原因是因為第一個最常人 最多人犯的這個狀況就是他有查很多次的快递與扣的記錄 這個是一個會扣分的 那另外的話就是Late Payment 就是持付款的部分 那其實他如果說要做貸款 他最好就是能夠找一個經驗可靠的貸款經濟 看一次就好了 如果說他感覺到說 他自己信用有問題的話 他也不是說自己去 就是說自己趕快說現在要貸款了 那我趕快去找一個人幫我 幫我這個花錢去加分數 沒有任何人可以幫你加分數 除了你自己親自去打電話 就是說給這些Late Payment的公司 告訴他你的原因 但是呢也千萬不要說你自己去做這些動作 你要貸款的話 你就找一個經驗可靠的人 讓他來幫你去做這個 就是告訴你該如何做 例如說你要Pay當你的信用卡 因為你信用卡的額度用得太高的時候 也是都會扣很多分的 用了30%開始就扣分了 但是能夠加多少分呢 其實我們都有這個能力 就是說先驗證一下 你在哪一個信用卡付多少錢能夠加幾分 在哪一個信用卡就是說付多少就加幾分 我們都能夠知道事先 你還沒做之前 我們就知道怎麼樣去讓你的分數來改變 而且由我們告訴你去做的話 你去把這個BalancePay當了之後 你給我們一個證明你的Balance現在趁多少錢的時候 我們是有能力在3天 就是72小時之內 幫你把這個信用馬上就加上去了 那如果說你有Late Payment的話 那就更好 因為這個Late Payment的話 你有辦法打電話給那個銀行 告訴他說 這個是因為我搬家的緣故 或其他的特殊狀況 才變成Late Payment 他看看你以前的狀況 都不是常常Late 就是偶爾這麼多年 就這麼一次 所以很多客人也可以拿到一個叫Deletion Letter 那這個叫Deletion Letter 就是去掉你的Credit 這張信給我們 我們甚至可以在3天之內 幫你把信用加100分以上的 這都是有機可循的 所以說千萬只不要你自己去做這些動作 你自己去做了 就算你可以當Balance的 真正的信用公司反應 也是可能要一個月兩個月 而我們幫你去做的話 你可以當Balance 我們可以讓Credit公司為了你個人 直接就是重新去做Rescore的動作 重新計算這個分數 所以都是3天以內的時間 那你在這一次貸款的階段之下 就算你30天的Escore 我們花了前面3天幫你去改信用的話 你這個Escore還是可以如期完成的 那你現在看你自己在要做 可能要買房做貸款之前 你自己又去Experience去查了 說是699分 那你這個分數其實根本不是給Mortgage用的 我們Mortgage的分數是真的是給Mortgage用的 大概是非常嚴格的 我們的滿分只有850分 那你看的信用是699 我覺得是一般你的那個滿分是950分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在要做貸款的時候 他就反映到 欸不對啊 我看我的信用是700多分 可是你為什麼給我說我的信用是600多分 你的Mortgage的信用為什麼分數會低 就是因為這個緣故 Mortgage有特別他們的信用報告的計算 分數的方法 都會比一般你們自己去看 Annual Credit Report.com這些的分數 要比較低的 所以說自己就不要隨便去看這些分數 那有任何的問題 怎麼樣解決 你都要請專業的人 在有限的時間內幫你去解決這個問題 明白了好的 非常感謝我們嘉欣貸款總裁 等了留言秀劉總的回答 謝謝您 謝謝 謝謝 grâce則 謝謝